下面我们介绍一项 转门烹制鸡鸭等 秦瑞肉食的一项功能 这项功能 依卤菜中的一个很有名的菜 叫黄焖鸡来命名 这个功能 当然不仅是可以做黄焖鸡 它可以做什么麻辣鸡 茄汁鸡 咖喱鸡什么的 也可以做啤酒鸭 它大概是在做一次 大概是在30分钟左右 使用这项功能 大家就注意一点 因为这是一项收拾功能 所以加水量很关键 你看它的这项功能上面标识 是三杯水 意思是 你就要准确的加入三杯水才行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做黄焖鸡这道菜的一些主要技巧 做黄焖鸡 我先首先说一下 关于原料 这个原料 你最好是用肉鸡 或当年生的鸡 像柴鸡 土鸡 用这项功能不是很合适 它有点做的不是很烂 这是一个关于原料的选择 做鸡肉 我的一点体会是 你千万不要汆烫 不要紧水 不要像做猪肉 牛肉什么的 先去放到水里头 紧一下 一紧不行了 为什么呢 这个鸡肉比较润 它的这个鸡汁啊 特别容易吸出来 比起这个鸡汁啊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因为它是 它这个主要的鲜味或香味啊 都在这鸡汁里呢 你这一抄抄没了 所以有很多人说做出来的那个滑门鸡很干 那我猜啊 你十五八九 你是超过水的 你最好在把它剁碎之前呢 整块的给它淋烫一下 也就是给它洗一个热水澡就行了 然后呢 你再给它剁成块 好 这个鸡肉剁好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原料啊 这地方呢 摆了好的原料 我提醒一点 这里我放了糖 但是这个糖呢 你首先咱要取消 为什么呢 这个鸡肉啊 它是很鲜 但是呢 它腻味不是很多 就是说呢 这个糖主要是去腻的 它没有腻味 所以你要加了糖呢 往往这个糖味啊 就会浮在肉上面 所以你吃了加了糖的黄焖鸡啊 你会感觉到呢 多了点东西 反而显得更腻 所以说呀 这道菜呢 叫黄焖鸡 你会听到有黄焖鸡这个说法 听不到这个红烧鸡 鸡肉这个说法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么说吧 你要说啊 今天咱做一个红烧鸡块 那可能你就是外行了 就说到糖 那么糖不用 那主要用什么原料呢 因为鸡肉啊 它本身这个鲜味很足 腻味很少 所以说啊 这个料啊 一定要注意 不能多 不能加多啊 少少给它矫正一下 就少少加点盐 加点酱油 少少矫正一下 就行了 所以这道菜的主要调料是什么呢 酱油 你也可以用老抽 但是要注意啊 老抽的量就是酱油 量的一半 就是减一半 因为它的主要调料是酱油或者老抽 所以选择这两个调料就很关键了 你一定不能选择那种低档的 甚至假的这个酱油 那样啊 你做不出这个好吃的这个黄焖鸡来 好 这是一项主要的调料 另外还有什么主要调料呢 少少加点盐 其他的这些调料 我们一律可以看作是可有可无的 它就是增香增味的 如果说咱们家常做呢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少一味 没关系 今天咱这个鸡也倒吃 来 下面呢 怎么用这些料呢 咱就边装锅 边介绍 好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